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由圆明园及其复原长春园和启春园组成 因此也叫做圆明三园 有着万园之园之称 圆明园备受清朝历代皇帝的喜爱 其中以道光帝为罪 仅1849年一年 道光帝在圆明园内生活多达355天 作者曾写过一本《镇的圆明园》 专门讲述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几位皇帝与圆明园的故事 以及发生在圆明园的重大历史事件 圆明园见证着清朝的历史兴衰 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但令人痛惜的是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烧毁 百年园林被复制一具 万幸的是部分时刻得以幸存 如今的我们可以从这些时刻中品味艺术珍宝 回溯清代历史 接下来呢 我将从圆明园的时刻至圆内篇 圆明园的时刻至圆外篇两部分出发 与大家一起欣赏仅存的珍贵书法作品 了解背后的历史故事 第一部分 圆明园的时刻至圆内篇 1983年夏天 在清华教宫住宅楼的建筑工地上 挖出一块石碑 这是为了纪念人量而立的墓碑 要想知道人量是谁 这块碑又是为何而立的 还要从头说起 纪勇是清宫的特殊太监 只有圆明园才有 他们是圆内地后寝宫附近的寻耕侍卫 在太监中设置纪勇啊 始自雍正朝 就是选一些精干年轻的太监 教习武术军械 再由纪勇中挑选御前小太监 道光时期 圆明园大量裁撤了护军的数量和编制 圆明园内纪勇太监的责任更加艰巨 因此啊 他们被允许在圆内携带长枪 腰刀等军器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打算进入圆明园活捉咸丰地 当时守卫京师的军队纷纷溃散 圆明园护军也早已逃离 此时 任亮带领二十余名纪勇太监 勇敢抵抗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 全部战死 任亮 自鸣庭 直立何奸人 出身穷苦 自幼静身入宫为奸 碑文尚书 他平生正直 当差谨慎 又遭此大劫 十堪井墓 此被为纪勇三学的同僚 在次年四月为任亮所立 目的是为了 既其名士 以其永垂不朽 这块墓碑被挖掘出后 使得任亮等纪勇太监的英雄壮举 得以重现于世 这是圆明园在外国侵略者到来之际 进行的唯一一次抵抗 尽管这抵抗很微弱 但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 遗址上村 但在随后的日子里 遗址逐渐被破坏 1900年庚子事件后 圆明园彻底无人管理 周边村落的老百姓 开始大规模进入圆明园遗址内 圈地开坑 甚至破坏 进入民国后 当时的国民政府 对此也无可奈何 1933年 袁良出任北平市长 他考虑到 北平作为元 明 清 三朝古都 汇集了中国古代建树的艺术精华 而此时 日本对北平和华北 已经垂涎欲低 如果将北平建设成为旅游圣地 使其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 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则可遏制日本的染指图谋 因此 袁良在任期间 大力推进对圆明园的勘测 北平政府还组织专门的委员会 对圆明园遗址进行地形测量 遗址搜求 祥却方位 圆明园届时 约在此时树立 1988年 圆明园遗址公园成立后 圆明园届时尚存两块 一块位于 启春园广场原址 一块位于 郑爵寺北墙西北角 今后者已经遗失 在1999年 圆明园西部遗址清理过程中 在一户农民家中 发现一块 圆明园芥石 应该和启春园广场 同属一批 现存于 圆明园管理处库房 芥石 是一种边界标志物 是作为地界标志的石碑 圆明园芥石 如同矗立在边界线上的卫士 曾无眼守护着圆明园 第二部分 圆明园的石刻之 圆外篇 乾隆年间 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 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乾隆本人的汉学造诣极高 对江南世身文化 也大加推崇 曾经将中意的楼阁亭馆 制成烫样 亲自授意坊建工程的设计工作 断桥残雪排放 位于圆明园西北部 惠芳书院以东 是1763年 树立的一块石排放 访梅鹅曰 断桥残雪 访音捐刻 断桥残雪玉之诗 在西桥头 密雪扑 举头建额 亦西湖 春寻几度 曾来往 乃是西湖 此不疏 因为断桥残雪排放 是实质 所以没有被英法联军焚毁 后被宣统帝的叔叔 爱新觉罗载掏 私自拆卸后 搬到自己的花园 朗润园内 2012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 捐资建设朗润园160号 在施工过程中 断桥残雪 石方出土 得以重建天日 断桥残雪啊 听起来 就带有一股江南风质 这块石方 也在百年蹉跎之后 重新散发着它的风采 青莲朵石 是长春园 西园之旧物 石高石宽 均1.5米左右 长2.3米 下方是荷叶状石须弥坐 高约0.7米 青莲朵石上 刻着乾隆十七年玉笔 青莲朵诗 即汪游敦 梁诗正 副诗各一首 青莲朵诗 在英法联军焚毁 圆明园时 幸免于难 一直放置在 西园遗址上 1927年 青莲朵石 由圆明园 移到中山公园 设计坛西门外 2013年 被移至 中国园林博物馆保存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下面 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冰冷的石头 因为其上撰刻的内容 而有了温度 也有了灵魂 他们经受着时间的考验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 向后人诉说着过往 圆明园被复制一句 英法列强 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课 落后 就要挨打 被侵略的历史 时刻提醒我们 要奋力向上 要国富民强 时光沧桑 岁月流转 百年时间 虽不能使沧海变桑田 但当今时代 与以往 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由封建专制 走向了民主共和 如今 没有奴隶 人人都有机会 读书识字 阶层流动 不再只有考试 做官这一条路径 人们 有了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条件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百年间 中华民族 从被侵略 到彻底站起来 如今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 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 全年GDP 依然实现了正增长 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圆明元的时刻 挺过了百年风雨 日后 也将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百年 他将不断见证历史 也不断鼓舞中华儿女 要奋力崛起 以上呢 就是青莲朵朵 圆明元的时刻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希望通过我们的解读 能够引起 你对圆明元中 时刻的兴趣 也能让你对历史 有更深入的认知